華府演說的時候宣布 東京都政府要砸下台幣5億元收購釣魚台 而今年是中國跟日本建交40周年 兩國政府是極力營造良好的氣氛 而石原聖太郎又挑起這個敏感話題 大陸當局還沒有做出回應 而我國外交部則是嚴正的重申 釣魚台列島是我國的固有領土